繼續分享 由子彈機男神支撐的藝人祖雄 現身辦公室 和分領族親密互動玩自拍 台灣三星推廣高階智慧手機Note4 近期展開連串辦公室快閃活動 請來愛健身的祖雄 示範如何邊滑手機 邊練出堅實曲線 會把腳舉起來 可以的話讓大腿維持在一個水皮面 祖雄更示範進階版 同樣坐在椅子上 雙腿靠攏向上舉 透過維持平衡訓練核心肌群 現場女員工跟著做一遍 直呼真的不容易 你一樣可以滑手機 好 主持人要放手囉 你剛剛放手囉 放喔 放喔 但是要維持 我講到角度是多少 三星舉辦企業快閃活動 行銷Note4 外界推測Note5將在8月開賣 其他手機品牌也相繼發表新品 年初在大陸亮相的 小米旗艦機Note23號正式登台 搭載5.7吋螢幕 1300萬相機畫素 內建水平儀模式能自動校正構圖 獨家的陽光屏技術 使用者在陽光下也能清楚看見顯示螢幕 很少有手機可以在這麼輕薄的機身裡面做出 前後雙曲面玻璃跟中間金屬的工藝 那這一次我們所採取的前相機是用400萬大MUMI的相機 所以它有36級的智慧美顏 所以自拍非常非常的漂亮 另外本土手機大廠宏達電也不甘示弱 推出新機HTC ONE E9 DUO SYN配備5.5吋大螢幕 和小米Note一樣都是1300萬畫素鏡頭 支援雙卡雙待 但售價萬元有找 要搶攻中階智慧型手機市場 中央社記者江明彥 台北報導 第三 OK OK